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3.3的这个物质的溶解的这个练习 下列物质溶于水会伴随着温度的整样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氢氧化纳溶于水的话呢 它的温度会上升 也就是说呢 它是释放的热量的 这边呢 要稍微的讲一下呢 就是很多同学会误解的是 释放热量 这个为什么释放热量会温度上升 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日量释放出来的 我的温度应该会降低嘛 这个呢 就要从那个它的原理 这个你要理解它是原本 这个所谓的热量 它原本呢 是储存成化学能的 OK 化学能转成热量 转成了这个热能哦 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为释放热量 而整个来讲其实都在这个溶液里面 所以呢 它这个也就是说这个 盐呢 它的化学能 释放出热量来了 然后呢 这个温度呢 就会上升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理解 你不要认为说 它释放出热量 然后它的温度就会降低 不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它是这个 这个物质的化学能 释放出热量了 化学能转换成了热能 这样子来理解 OK 所以这个很多同学会选错 比如说它会选温度上升 反正是写吸收热量这样子 OK 好 那 绿化胺呢 这两个就是典型的了 当然我特别教大家去绿化胺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绿化胺是温度下降的 温度下降吸收热量 然后呢 比较多其实是释放热量的 其实不止氢氧化那 硫酸也是会释放热量 如果它溶解在水 所以很多个很多东西呢 它其实呢 是溶于水呢 会释放热量 反而吸收热量的不多 就这个氢氧化那 大家要特别去备一下 配对哪些物质呢 能够溶解于什么溶剂 那我们的溶剂呢 基本上要么它可以溶于水 要么它就溶于油机溶剂 溶机溶剂呢 基本上就是那种油性的东西 OK 那食盐呢 可以溶在水 油气你就溶在有机溶剂了 圆珠笔的油脂呢 也是溶在有机溶剂的 然后葡萄糖可以溶在水 葡萄糖溶在水 葡萄糖 这个我好像有两个都可以溶耶 很像有一些物质好像是两个都可以溶 像葡萄糖我们课本因为写说葡萄糖溶在水 然后呢打点地放进去你的身体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认为说它是溶于水 但是如果严格来看 因为这个有这个葡萄糖它是碳链来的 它也有可能它也有可能是可以溶在有机溶剂 所以有一些物质它其实是两边都可以溶 像酒精其实也是一个它可以溶在有机溶剂 也可以溶在水 所以这题我可能要稍微换一下题目 真实来讲其实葡萄糖两个都可以溶 那指甲油是要用有机溶剂的 大概是这样子 以下哪一些以下的物质 溶剂不是水的是哪一个 点酒嘛 点酒就是点溶在酒精 所以那个溶剂应该是酒精 很多学会选浇水 浇水其实是那一种 浇水其实是有有淀粉 其实他们以前做以前的人 怎样做那个江湖 它其实就是用玉树薯粉 好像是淀粉之类的东西 然后在水里面煮 你经过加热的话 它就会变成黏黏的 也就好像米哈 我们的米饭也是有淀粉的嘛 所以米饭如果你搓烂了 它其实是有粘性的 这个淀粉其实是有粘性的东西 所以它是溶在水的 它是溶在水的 油气不能溶在水中 却能够溶在汽油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结构是什么 后面这个应该不 是不小心 就是copy and paste的时候 这个没有去掉 这个说明了 同样的一种物质 在不同的溶剂的溶解能力 是不同的 OK 应该是这个才是正确的 其余的像说油气 只能够溶在汽油 也不一定 很多其他的有机溶剂也是可以的 那汽油的溶解能力比较强 其实我们没有讲说什么溶解能力比较强 要看什么物质 要看什么物质融在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没有说谁的能力比较强 没有这回事 一切的物质都能够溶在汽油中 不是油性的 就是油性的才会 大概是这样子 明达在游乐场呢 他就沾有蛋黄酱的日狗 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那他的妈妈呢 就提供以下的 哪一个方法呢 可以有效去除油脂 除了哪一个 用肥皂 洗了之后烘干它 其实肥皂这个东西 肥皂它其实是油脂 加上氢氧化钠 然后弄成的 所以它特别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到 肥皂它可以溶在水 它其实也可以溶解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每次都会用肥皂 来去这些油污 因为呢 它有一端是清水端 一端是清油端 所以这个肥皂呢 就是一个很好说 溶解油性的物质 在水里面的一个方法 所以加肥皂可以 如果你有少量的清水 加生物酶 生物酶它可以分解 大颗粒的一些物质 像有一些是蛋白酶 它可以分解蛋白质 有一些是脂肪酶 它可以把那个脂肪 给分解掉 所以它分解变成小颗粒了之后呢 它就会更加容易 溶在水里面 所以的确也是有这个 一个方法 在无水的状态呢 用有机溶剂 也可以去除掉 因为它是有机溶剂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干洗的 但是如果你用大量的水去洗的话 它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这个东西不容易水的 油脂不容易水 所以你用很多水都好 可能有一些效果 因为你是把它冲走 但是它的效果没有这么好 如果这四个比起来 这样子可以理解 我或者石头的水 mystery 冲 前头的水 你会呀 这个意思 expressed